莫难,且无欲如,观似天王所住宫殿,中间便来水路空行,虽有昏明种种形象,无非前尘分别留岸,如应于此分别自擦。 那么这是这个前面,佛格我们讲,众生见谅差别, 在如来究竟国位上,见谅与伐性时相等着。 确确实实是无所不见。 发心,自从一念不觉,而其无明以后,这个尽量就不完全了。 随着众生,你有浅身。 向前面所举,实地菩萨,见无量不可说,佛场微尘素世界。 这还是有个数,还不是圆满。 等而下之,二地见千界,初地见贝戒。 欧罗汉,欧罗汉能见一个小天世界。 众生所见的,那就非常有限了。 经文里面说,不过分寸的,不过分寸的,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是,对于圣说你。 要是,要是把这些大菩萨们的尽量,跟我们凡复一比较, 确确实实是不过分寸。 第二个意思是,把所有的一切众生之类,太满实化了,全都包含尽。 如果照佛经里面,所谓五种限量性,见到粗产天, 这是优学人,会引天亮的境界。 他可以达到。 见颜伏体,照本经里面来说,大天世界对于颜伏体。 这是摩鲁罗汉,天严限量的境界。 那么像前面经上所讲的,五种不同。 虽然说五种不同,我们必须要知道,全是八十限量。 而,属于颜伏体,尤其是两种不同的境界。 这个道理 必须要很清楚 很明的 我们才谈得上 转实诚挚 才谈得上 确实勇根 我们在讲堂 也给诸位说过多次了 什么时候你能把这个境界转过来 那就是何境界 转什么呢 就是确实勇根 究竟怎么个转法 我们六根 与言 限量六成的境界 必须要记住 不分分别就是真 这一分分别 就落在异地里面去了 落在无居其意识里面去了 落在新兴族里去了 前面有多意思 在此地 世尊 因为我男生者 前面曾经请问 勇和得知 是无真心 那么 佛得知的大负担 天亮的见性 就是真心 那么就在前面所举的这个例子 见性 大的时候 能够正通发见 小的时候 不顾方分 这个差别 许言书 实在是太大 太大 难道 佛菩萨与众生的见量 真有差别吗 是真有差别 那是错的 实在上 并没有差别 如来的见量 尽是功全发现 我们见量又何尝不失 而问题出在什么呢 在见量之中 自己化十多的戒心 麻烦就撤了撤了 这个化界心呢 就是分别执着 一由分别执着 当然就要去妄想了 妄想 这是任务啊 所以 我们讲 见性不过分寸 这也是 如来不得已的方便于 并不是真实的情形 见性啊 是周边发现 但是如来这样说 也没有过时 为什么说没有过时呢 你一群太重呢 所以在广大线性作用感 而你自己所感觉到这个作用呢 不顾分寸而已 但是在佛菩萨眼光里面看到呢 那其实是不然的 与佛菩萨并没有两样 今天这段新闻 这就诺难 限量的境界 所以佛说了 全无欲辱 观似天王所读宫殿 在这里 我们特别 值得注意的 那就是 有四王天 如果没有四王天 那佛不 岂不是大王云吗 四王天的宫殿 佛见到了 莫南尊者也见到了 那么这是讲的天眼 确确确确确确实实 建到 佛天王所读的宫殿 中间 遍难 水路空行 这是讲的所见的三位 由这个水面上 有陆地上 有空中啊 飞的这些鸟雀之类的 所有昏迷中中形象 这个昏迷就是气象的变化 天秦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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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的这些 昏是直 天秦难的时候 下雨天 明是秦天 举出这些 这些形象说 无非前程 分别留爱 这一段 是特别修莫南尽量 所见的物相 来做深一层的观察 那么其余像那些 祝佛大菩萨 那些众生的见量 暂时放在一边不大 佛天王宫殿在哪里呢 佛在经上跟我们说 这一个单位世界的中心 是一座虚米山 虚米山之外 环绕虚米山 有骑山霸海 去金山霸香水海 在香水海之外 这是四大部州 八中州 还有无数的小州 那么这是在行水海州 很可惜 当年释迦牟尼佛 没有画个地图 画个图给我们看 后人所画的这个世界的图 不是佛所画的 是依照佛所讲的 想象当中所画的 并不是佛化的 并不是佛化的 于是这个小世界 就引起争论 我们这个地球 究竟是一个小世界 还是小世界里面的 一个州 那么这是古今 学佛人 对于这个问题 过游过去看 这个真论 一直到今天 可以说 依然没有 能够叫人 心服口服的一些论 老同学们 对于这个事情 无所谓 为什么呢 这在学佛里 并不是一个重要问题 初学佛的人 对于这个事情 很重视 为什么呢 这个疑问不能解决 这个信心 没有法子 生起来 障碍了清净心 实际上 我们现在 所看到的这个世界 是不是 这个世界的真相 就看到了 如果是我们 看到这个世界 真相就是如此 这问题就很大了 首先我们要 研究研究 我们这个眼呢 为什么能接 无论是在佛学上 是在今天 酷学上 都得要 研究 它的真相 佛学里面说的 更透确 我们研究门间 是外面的景象 而且这个景象 还要随着它的光波不同 泄入我们 焰根之中 这现在 科学中正 我们能见的这个光波 极其有限 比我们现在 所见的光波 长的 长波 我们见不到 比这个光波 短的 我们也见不到 那么换句话 我们见不到的东西 太多太多了 怎么能够说 我们见到这个境界象 就是宇宙的 真实相 所以稍稍明理的人呢 他就晓得这个道理 不敢说 我们所见的 就是真实相 我们现在 借用科学仪器 像X光 像紫外光 能够帮助我们 见不到的部分 也能见到一些 但是 还是有限 比我们现在 光波长的 无量无边 比我们现在 光波短的 也是无量无边 如来 无言圆明 我们怎么能比得上 前天这个报纸上 真的有个消息 大陆上 好像是在武昌 有一个小孩 他的现量呢 就超过 他能够透视 能够看到人体内部的活动 无需要接任何引擎 那么换句话 他能够看到短波 像X光 这样的 这样的波动的时候 他能看得到 所以这个人体 他看着透明 这就是一个例子 佛给我们讲了 只要是恢复了 只要是恢复了 见性的 远游的功能 我无所不见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看这个世界 才能看 看出了个样子 形象 才可以说 是真实相 所以佛讲了 我们现在凡夫所见的 全是虚妄 这样啊 这个话不讲了 没有见到真实相 不会把希望当作真实 这是自己造成的 拟疑或障碍 那么虚妄 是不是在地球上 或者是在我们地球之外 是不是我们太阳系 围绕着这个虚妄 对象在断 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暂时 过制在那里不论 为什么呢 等各位 修行功夫到了 正得虚妥还了 那么你就亲自见到了 不会再有争论 没有正到这个地位 没有这个能力 怎么争论呢 都是自己的推想 那是属于误会 磨想一想 距离四十 一定有相当的距离 那么这是个问题 在此地呢 必须要起出来 给同学们说说 佛法重视理论 尤其佛给我们说明 这境界是心变性 纵然像如来 无言言明 见到这些色相的真实状况 那个色相还是希望 为什么呢 阿赖耶 这个见现所变现 那么这是从理上来说 四天王 我们俗称作四大金刚 就是平常我们一入寺庙的门 这个山门两边排着 这个塑像啊 说得很威武的 都是顶着窥 黑披着牙 世俗人呢 看作金刚立宿 实际上呢 是四天王 东方 他的名号叫池谷天王 池是保持过时过样 池谷天王 南方叫做镇长天王 西方叫广木天王 背方叫多闻天王 这个福天王的宫殿 在须米山的半当中 须米山的天顶呢 就是桃李天 我们中国人讲的玉皇大帝 他住在须米山的顶端 那么须米山的构造 知佛所说 他的形状很特别 上面大 下面大 当中小 那是像个腰骨一样 这四位天王 这四位天王 也是佛法里面的 护法神的首领 所以在四院里面 塑像 把他放在山门口 就好像首领一遍 除了表护法之外 也代表出入佛门 所修学的基本法 代表佛法里面的根本法 持股 如果拿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代表 负责尽职 能够恪守本分 代表这一个意义 我们在社会上 无论是出家再家 过行过夜 如果人人都能够守本分 都能够尽职守 这个学会 注意想想 一定是繁荣的 一定能达到 安和落利 所以 所以 它是代表这个意义 出家人 有出家人的本分之情 在家有在家人的本分之情 作国以来 世出世间的教学 第一个 就是教我们 要知道 守本分 这个概念 比什么都重要 你要懂得守本分 换句话说 你知识 伴思 心就有主宰 不非为外面境界所动摇 自己晓得 自己是什么身份 我是应该干什么事情 我应当在自己岗位上 尽动着手 把自己本分事情干 第二位男方呢 正常前往 正常代表是什么 代表的静默 要拿我们中国圣贤人所说的 就是狗日新 日日新 又日新 而不是叫我们 守住今天这个样子 不是 是要我们 天天求进步 所以佛法不是保守的 是求心的 保守一定被时代所淘汰 所以今天的法律 落伍了 跟不上时代了 说法 不但在理论教学的方法 这个教学方面来讲 思想 是常心的 永远是在 时代的前面 就是在 仪式方面 也是随着时代 来革新 现在我们的佛教 为什么摔了呢 就是 这一个时代当中 大家保守了 没有再往前进 而现在这个时代是 无论哪一种 这个科技 都土非蒙进 而佛教保守在 至少是 一年半年以前的这个状况 这是跟不上时代了 一时代 错了结果 摔就摔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 我们对镇掌天王 祝活了 佛法传到中国来 在仪式上 在仪式上就是 就是180度的大短片 就是说 在以往 佛教在印度 三一一波 到中国来 这一条 行不通了 中国的气候 三一不能够保暖 所以 佛教里面的三一一 只变成一种形式 纪念的意思 平常都不用 这个一一就是 我们大的这个一 二十五条的 七条的 五条的 但是做的这个样子 做印度原来的样子 不一样 印度本来这个一 大概比我们现在 这个一的时候 要大一倍多点 大概大一倍到两倍 它是一块很大的布 裹在身上 那么到中国来 我们不需要 如果用那么大的一 我们披在身上 那真是麻烦 所以也就猜想了 只有猜的成原意到三分之一的 那么加上这个勾环 勾环在印度这个意义 没有的 他们没有的 这是中国人发明的 释迦牟尼佛 你看看他的意义上 绝对没有勾环的 改了 这中国出家人吃饭 也用饭完 也不用播了 这个佛教传到日本呢 日本人懂 他是在圣堂时候传过去的 这个佛法到底他懂 你看日本人现在的袈裟 比我们这太简单 他做这个袈裟 只有这么大一条块 上面夹着袋子 往脖子上一套 这就是夹衫批上了 比我们还省事啊 你看我们这个披大半天 就夹到身上 他能往身上一套就行了 去下来的时候一拧 往口袋里一装 就装进去了 你看日本法师 看着西装 他要到庙里来拜佛 他把夹衫一批 就是那个夹衫从口袋里拿出来 头上一套 那就他一夹衫 所以这个佛教 已经不是一层不变的呀 一层不变 决定 行不通 那么 近百年当中 在我们中国就没有出现了第一流 第二流的大佛 大佛法再再进一步 从十八世纪再到二十世纪 再再到二十一世纪 我们才能站在时代的尖端 这是郑昌天王所喊的意思 一是讲凡贝 凡贝所实用的乐器 古印度实用的乐器 对我们中国乐器不一样 那么今天乐器更进步了 可是就没有人感谢 改变改变我们的凡贝呀 配上古物 或者配上这个西洋的乐器 不改 不改 行不通 实际上 能够寻找正途的方法去革新 也能够主持 像今天说的 大型的 跟演奏的演奏会议呀 也可以在各个地方去表演 去演奏 这种演奏就是弘扬佛福 那么讲到教学的艺术 可以说是 最早 把这个教学艺术 是佛法最早提出来的 3000年前 释迦牟那佛教学的 就是极尽其艺术化 都是呆呆板板的呀 我们中国古人 就是叫我们求新的 叫我们求进步 也不是主张说 没守成规 是叫我们求新的 是叫我们天天求进步 你要不相信 你看看我们中国古人 那个做官戴着帽子 就能够想得出来 你说古人是一种神经 从前人做官戴着帽子 后面高腿 像楼梯一样的 台阶一层的上去 这叫敬贤官 这叫敬贤官 做官人所带 叫杀帽子 杀帽子 它的意义呢 就是寒州 他说 底下一代要超过 比我们更精 比我们更高 比我们更幸福 一代要超过一代 你看看这个意思做好 那么这在服装设计上 就喊着有大学问 喊着有表法的意思 所以佛教传到中国 我们中国人呢 还是穿中国衣服 没有穿印度衣服 现在出家人 穿这个年龄大袖子 这个衣服是汉朝的衣服 名字叫海兴 汉朝的衣服 这个衣服设计得很好 穿起来非常舒服 所以从汉朝一直流传到今天 那么这个样子 还是保存到这 在家人的衣服 绣的很多花纹 绣的花纹 特家人呢 朴素 独绣花纹 就是这一点差别 除这一点 说其他的 没有两样 明朝王 王国 王阁满心 心是 满人 满人入主中国之后 对这个复制 他有他的佛装 对这个复制 所以把这个佛装呢 就改变了 那么现在我们讲的 长袍马装 这是漫人的佛装 中国的五个人佛装 是明朝以前的 我们现在出家人穿的衣服 完全是明朝的佛装 连我们里面穿的小袍 平常穿的长衫 全是明朝时候的佛装 如果满清没有入主中国 我相信我们的佛装 一直到今天还是这个样子 老百姓还是穿这个佛装 所以满清入主中国之后 那么还穿明朝佛装 这是出家人 那么这就是说明了 我们 这个佛施 制度 以医师 是要求进步 是要求日心又心 原则 精神 永远是不变 什么原则呢 学佛是求着平等心 清净性 慈悲性 这是永远不会变 变了就不是佛法了 佛法的教学在三学三会 初级的佛法在界定会三学 高级的佛法在文思修三会 这个原则是永远不会变更的 所以这个生长的意思实在是非常之深 我们应该要领了 我们应该要领了 西面天王叫光芦 对面天王叫多伟 这也是在最初级的教学 老师教学生呢 多看 多听 才能够成就学问 才能够长见识 那多看多听 在幽疑是不是可以问呢 没有叫你多法问 所以四大天王里面没有一个多嘴天王 这有个问题为什么不必问呢 你看多了听多了自己就看悟 所以有些时候这个问题提出来问老师 老师不答 这个不答是很有道理的 是一种教学